澡原報道 明星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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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部在8月21日的時候 他們桃園機場 公安以外 有三個工人往生 我們先莫愛一下我們這三位公民 大家閉幕 我們感謝黃權貴跟陳上元 跟朱寶太為了台灣的公共工程 犧牲了他們的生命 讓我們可以享受台灣現在的便捷 我們謝謝他為我們的付出 也希望他們的在天之禮 可以保佑我們現在每一天都還在勞動職場上工作的勞動朋友們 交通部其實掌握了台灣這麼多的公共工程 我們在8月21號桃園機場的工程裡面 又看到了一個這樣子的重大公安意外 我們從媒體上看到交通部他們指派了高工局 來發包給了泛亞這樣子的工程單位 泛亞還找了一個監照單位叫做台灣世襲 變成後來再轉包給小包商 發生了這樣子的稱稱外包的工商事件 從媒體上你們也可以看到五年來 泛亞營造已經有13次的職業安全衛生的違法 這種公安的雷犯 我們交通部難道不知道嗎 按照職業安全衛生法裡面 第一層的外包大包商 泛亞按照安全衛生法則裡面 都有所謂的監照和安全衛生的預防 設施設備工作的SOP還有工地管理的部分上 這樣子的第一層已經破了之後 請了我們的監照台灣世襲 台灣世襲也沒有監照好這樣的安全衛生的規範 也讓它破 最後呢由小包商來承接 小包商在這樣子的工作環境裡面 是完全不知道這樣子的設施設備的安全跟他們的風險 其實是大包要負起監責來監督跟提醒這樣的作業 並且來要求這樣的小包商好好做好 可是我看到很多的職業障礙 都是讓小包商來承接這樣子的重大公安 這兩層的究責我們今天要來問交通部 在這個過程當中呢 我們看到媒體其實在報導 泛亞原來就已經發生過的 各種的這個勞安的違規事項 還有重大支代的紀錄 不要忘了之前 桃園機場大淹水 這個工程是誰搞的 抱歉其實也是泛亞工程搞的 所以一方面這個工程公司 它的製作品質本來就出了問題 第二個它其實也是重大的違反勞安的規定的 勞安黑名單 所以我們第一個問題是要來問交通部 你對於泛亞公司 是這樣子的一個勞安黑名單的行列當中 你到底知道或是不知道 你是明明就知道 但是又於法規實在太寬鬆了 所以在招標過程當中 仍然發包給了泛亞工程 還是說你明明就知道 而且我們懷疑你背後 我們都知道泛亞公司 它背後其實是一個非常實力雄厚的 是一個退府會出資成立的一個公司 有非常多的這個退休的這個高層 都在裡面做董事 所以我們也懷疑交通部 你是不是跟泛亞工程 你有這樣子的一個利益的關係 我今天看到了高工局 他在面對媒體的採訪的時候 其實當然對公共協會來說 事情已經走到末端了 我們最關心的是 直在的補賠償 至少要能夠保障 可是看到高工局 明明就是作為一個業主 甚至可以對官方裡面的 最上班的這樣的一個角色 他在面對媒體的時候 只有在說 泛亞今天呢 違反我們的這些 這個招標的一些契約 我準備要來罰他的錢 他現在又切割責任 完全不談他自己要負的責任 我高度的懷疑 他未來在進行補賠償的階段 他也會將補賠償的責任 切割給他下包的 泛亞工程以及最小包 一項訴求裡面 我們要要求交通部要徹底的就責 到底這樣子的層層外包 為什麼會承包給一個公安的內犯 到底發生了什麼樣承包的問題 到底發生了什麼樣的監督問題 我們希望他們提出一個公開的報告書 並且對自己要就責 當然我們昨天已經看到了 高工級已經自行處分 但我們很擔心 這種只是在媒體上說我要自行處分的 如果沒有公開的讓社會來檢驗的話 我們擔心這樣的就責是不會就責 對不對 對 第二個部分上 我們也看到了 台灣的公共工程裡面 提撥的是只有千分之三的公安的預算 老實講在公安協會的經驗裡面 或者這十幾年的經驗裡面 公安協會認為公安的預算 不可能只有千分之三 一定要百分之十以上的這樣子的勞安成本 才有可能管控到我們工人的安全 跟保障我們工人的生命 對 第三個部分上 我們認為 我們要對於這些公安的累犯 其實公安協會已經喊了十幾年了 這十年來 都沒有對於所謂的公安 黑名單的累犯 進行更嚴苛的處罰 其實公安協會 早就在當時候的國道死亡的時候 我們喊出 只要有重大工程 一件的重大工程的所謂的重大指摘意外的話 五年內就不得承包我們公共工程 那我要先跟大家講一下 就媒體上報導 范亞工程在這五年內 好像已經承包了台灣 五千五百多億的公共工程的經費 所以我們覺得 如果國家不用這麼強力的手段來去 要求這些營造長 我覺得他們是不會怕的 最後我們認為我們要呼籲的是 地方跟中央的部分 在這樣中央跟地方的老捲箱 要一併的來要求所有的這樣的營造長 也就是地方鎮 特別是跟地方鎮 你們也要建立他們的 你們的職業災害的黑名單 如果這些職業災害的黑名單 已經建立好的話 也不得讓他們 來承包他們當該地的公共工程 我們知道嗎 好 最後我們還是希望 我們還是呼籲交通部 一定要來 照顧我們這些職災老公 除了讓他們快速的拿到賠償之外 對於這個五個 三個往生的家庭 兩個受害者的家庭 這五個家庭 我們要他們盡速提出 照顧這些職災老公的辦法 這是我們今天來的一個很重要的目的 還有一個目的 交通部的這個所謂的機場 機場營造營建工程 據說有兩千多億的預算在那邊施作 我們擔心未來有更多的職災老公會發生 所以我們要讓這個職災有個警惕 所以我們要求 盡速的 蓋一個工商杯 在我們的機場工程裡面 提醒所有這邊的雇主跟勞工 在那邊進行勞安 提醒他們不要再下一個職災老公 我說好不好 關於招標的規定 是有規範 凡是有重大職災的 其實是會變成一個扣點的 一個參考人的指標 所以我也想請問林組長 你們知道 泛亞裡面因為他的重大職災的機率 或者違規的機率 有真的在招標工程當中被扣點嗎 我們找的問一下 是因為這個保障人的扣分 是不是很重要的 所以泛亞該扣分都不能扣掉 信息是他的能力怎麼好 今天扣掉還是免結的 因為大家都更爛 大家都更爛 對 對 對 好 第一個 到底交通部未來發包工程的時候 願不願設下黑銀丹的機率 泛亞可能他是一個爛銀丹 但是 蝦鳥都比他更爛 幾年之內我們的招標工會非常困難 但是久了之後 絕對就是會 驅除涼力 這個你有準備要過嗎 對 所有的招標還可以 我們有招標被招加 你也認 手感情的招標會什麼 不是 這個招標被免 然後再有很多檢驗 可以 可以 你認真的厲害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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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認真的厲害嗎 在我們的檢驗 沒有 我們願意 要做 要把公安做到 這一點可以的標準 第二個 那我直接問你第二個 是 你認真的 知道我們 公存款能不能扣下來 什麼東西 這個我們會按照合約規定 來 你有沒有寫在你們合約裡 你後會 你後會嗎 真的 因為我們提前有會議的時候 我們已經委員要求 你後會 不是你們要不要直接放在說 還有 如果我交通路發布工程 工程款沒有預扣10%下來 做為治安的用 甚至做優先做資在補免場 這個包商再怎麼好都不怕不差 你們願意寫在你們的招標的規定 寫在你們的合約 那我們這個要真正 我們願意來管理 還有最後一個沒有寫在上面的 你們願不願意在 潮原機場裡面 那 設立工商盃 上面就放上所有 移工 在台灣經營發運之外的 還有 還有 在機場工程裡面 所有包商期待的人 這個 你們也很想要 所以我才會提供 我請問他們 他們會不會來 這個又給你們壓力 你們的老一部的月差 我們的機場大體 就會被購上 被一個站台 好